云民会两年一度的部落文件站查核作业 9号开始率先从卓西以及玉里陆续展开 花莲县内101个文件站的查核工作行程 由产观学共组的查核团透过实地查核经验分享提出了专业的建议 让花莲的文件站好还要更好 文件站长者认真上着传统歌谣课程 谷调悠扬 让前来查核的圆民会县政府 以及相关长照学者一行人也沉浸其中 不过面对这一次的查核 查核团委员们也不马虎 从聆听简报 翻看电脑系统资料 周边环境的查看 与计划负责人赵福远座谈 甚至也与长者们对谈等等都高规格审查 我们的那个量的提示下来是没有 目前是没有嘛 所以就比较 就这个部分就看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努力方向 那刚刚有看到我们几个的那个环境设施 是这个很值得很值得努力 因为包括我们很贴心的 长辈如果做那个电动带路程库来 我们来提供给他那个充电 然后还有那个无障碍厕所的那一个的部分 我们的防治不管事故或者是健康或者是部落的健康意识的自主管理的这些活动的部分 我们在系统上一定都要等达清楚 一位的部落长者 圆明会也借着两年一度的部落文件站 查核作业了解文件站实际执行概况 提供圆明会在制定文件站相关政策时的参考依据 虽然那个计划叫查核计划 可是其实我们今天是想跟大家来做一段访试 跟相互学习跟交流的 来看看说就是这支计划 就是不晓得在部落这边 有没有我们可以协助照顾员的地方 用员有两位非常在地的专家学者 一个刚刚这个马伟员 马伟员是花莲的赛德克组 所以他长期在 而且又曾经原家中心 秀宁原家跟万良原家 所以在这个经验上面呢 也许可以分享给就是在地的造福院 那另外呢我们华委员呢 其实是宜兰的 他是那个老人长造中心的院长 然后也有长期在社工领域 所以其实来到这里呢 其实就是跟大家来做学习 由产官学界共组的查核团 透过实际查核 分享经验也提出诸多专业且宝贵的建议 每个文件站虚心受教也获益良多 是刚刚马伟员所提的这个 物质的丁正流向和监管之类的 我们会把这些去处理 另外我们马伟员所提的专业的部分 也希望说能够找到比较有这个资格的 原民会强调查核的目的始终都是来自于 部落长者对稳健站的照顾需求而生 换联线为全台文件站 社站第一的线份 全线共有101个文件站 原民会查核团也将从5月开始 逐一进行实地查核 预计在今年7月全部完成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导 最后的诃计作核团也将 coward得到 成为中计实地2020年